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到神的大使命 大使命我们一直认为都是向外付出的 自己呢 难道没有一些需要在神的面前得到帮助吗 这是我们一般上的属世的观念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卫生之下 但是神的道很奇妙 祂改变了我的观念 我相信祂已经改变了你的观念 阿们 神的道奇妙在哪里 就是因为神的道是神的心意 那我们想既然我称祂为神 我尊祂为神 我做祂的子民 我要顺服祂的心意 当我们顺服祂的心意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做对神的事情 那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开始站稳 我们在世上的那个脚步 我们所脚帐所打之地自身实验的了 所以一般上我们都是宣要寻求自己 能够健康了能够富足了 能够有圣经证明知识了 我们才讲传福音 或是我们会有另外的一个现象就是 我们的个性要完美 我们要成熟 我们的行为要很好 我们才可以传福音 为什么 因为那我们都认为官司的见证 对不对 但在神的眼中不是这样子 如果你熟读圣经的话呢 神可以使用一个地理 救了很多人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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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可以使用一个欺诈穷人的 一个税吏 但是很多当事的人就很多说 哎呀耶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神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你的眼睛是给那个邮票连住了 你都没有看清楚这个人的个性 多么的糟糕多么的败败 为什么你还要祝福他 是不是 但是神做事不是人这个属实的观念的标准的框架来衡量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世界的标准框架来衡量 包括我自己看待我周遭的事 那无形中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观念放在神的道上面 取代了神的心意 阿们 所以上帝难道是 看看吗 看不清楚吗 我们一直都会这样认为吗 所以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呢 他觉得我不要信耶稣 信耶稣有点不公平 我的一些外面的朋友就说 他说信耶稣 说你只要信耶稣 一切的罪都不得胜耶 哪里可以这样子 这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就是骗人的钱 啊 多么的不守信用 很多不好的事 只要他 一信耶稣 他以前的事情就怎样 就一笔勾销 所以 信耶稣是骗人的 你同意吗 你也是这样子讲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素数的一个标准观念的框架 每一个都有 为什么呢 包括你我都有 现在还是会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大环境里面 我们的这个大环境里面呢 他就像是我比喻就是有氧气 有二氧化碳 那我们就吸收了这些东西 那这事实的观念就是这样子 但神不是这样子 神他要我们活在世上呢 却懂得他的心意 所以神的心意是怎样呢 他是慈爱 他完全接纳世上所有的人 所以当人的心可以真的认罪悔改 承认耶稣是神 接受他的时刻呢 神不是要求 OK你改变了 你欠人的钱还完了 你得罪人及人家和好道歉了 那我才爱你 他的大前提目是这样子 他先爱我们 他爱我们过后呢 人呢 就像我马夫所说的呢 被神的慈爱良善 已经感动了 扎心了 所以使徒新传很多处提到 当使徒们分享神的道的时候 众人听到的那种扎心 扎心是什么意思呢 扎心就是原来神的爱神的教导 神的话耶稣的事情 跟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大环境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原来我们真的是 打不到神的心意 原来神是这样领扭我们 所以他们扎心了 好讲到这里的时刻呢 神的道呢 他会让我们真的 跟神的生命连结了 我们跟神的爱连结了 我们跟圣灵连结 我们跟神的道连结了 那我们自然而然的呢 他就像一个过滤期那样 现在很流行都喝健康水嘛 对不对 什么保健公司品牌都有 市面上超过100个钟的那种过滤水 就是把那个水的渣仔细净 都过滤掉我们喝的健康 家人也健康 那我们可以生活的更好 不会有一些不必要的细菌来感染我们 增加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的工作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神的道比世上的所有过滤期更大 他就是当我们生命跟神的爱连结过后呢 我们敬拜神 我们思想神 我们只要想象耶稣 我们只要祷告 我们只要读圣经的话呢 那个过滤期 他就一直的发作 一直的在运作他的功能 那过滤什么呢 你要说 我都好好啊 过滤什么呢 我也没有艾滋病啊 我要过滤什么呢 我也没有肺老啊 我要过滤什么呢 其实他在过滤我们生命中的那些不易 那些渣宅 所以信耶稣其实是很自然很简单的 我昨天讲出的 讲的信息有带出这个观念 我们要放下我们法力上的框架 好像马丁路德 改教者马丁路德 回复到 他把那个基督教的信仰回到圣经 上帝的心意里面 那他说 唯独阴性成为神的能力 唯独阴性 只要听着信心相信 不要想太多复杂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神的眼中 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那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慢慢 耶稣透过圣灵 透过神的道 祂慢慢的带你教他们 这就是救恩 这就是救恩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思想这个 我们的生活大环境给我们的价值观 它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做基督徒的 那一个判断 那一个框架 那个思想的框架 都会影响 我不想跟你同意吗 我驾的车是外国车 它是1.8 它的力很冲力很够的 我只要轻踩 就蹦出去了 那所以我习惯这样的车 所以我的速度就是很快 但是我的老快车 我就是 不会说很慢 在高速公路 我最多是跑百四八的 通常我都跑百二 因为我被法很滑的怕 所以不值得 而且也不安全 所以我就不要了 所以领寄大了 就百一百的就好 但有时在这里走来走去的时刻呢 前面就有辆车 它慢慢开 我的车一踩 就蹦掉了 我就觉得 哎呀 怎么这个人 着急可以搞得去呢 我看出现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我的心就出现了 哎呀 为什么这个人 哎呀 一个神经告诉我 神跟我讲 可能对方 不太会驾车呢 你有没有想到他的立场 可能对方在想东西呢 可能对方在老人家呢 你有没有想到 对方自己的 你用你这个标准框架来衡量 所以你造成你的心态 就不舒服了 常常这样子 就算刚才我来的时候 也遇到一个也是这样子 我真的要吐血了 他开得很慢 那有盾哦 盾他就放慢慢 这样爬过去 爬过来 前面有个盾 他一放慢慢 就爬上去 爬过来 我在那边 啊 夸张吗 没有对 知道吗 但是 啊 神就跟我讲话了 跟我讲 可能他车上有东西 有鸡蛋 也怕打破咧 啊 我就这样不知哦 你看 我们常常用我们生活的标准框架来看 周到的事情 甚至你的家人 甚至你的父母亲 甚至你的孩子 对不对 你同意吗 这就是人生哲学 不复杂的 所以 刚才我经过的时刻 哎呀主啊 谢谢你提醒我 真的是一个老人家 满头白发 车上载了很多东西 而且他家车是真的 我说慢慢讲哦 对不起 sorry 刚才我误会了你 我在车里面自己这样子说话 其实 我们人没有办法完全 但是神的道是完全 神的道就是这样子的 不断的建立我们 栽培我们 引导我们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神的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因为神要引导我们丰盛 他要引导我们富足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懂神的心意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框架 来跟随神 所以跟得很辛苦 好像我们跟随神 后面拖着整千金的东西 我们跟得很慢 拉得很慢 拉得很慢 但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很多人很快富足的 他富足得这么容易的 关键就在于 没有什么灭绝的 关键就在于 他完全的已经顺服认识神 他可以放下自己的框架 所以他跑得很轻声啊 所以有一个人物就形容了 我只有像做耶稣经度的标杆 耶稣的道奔跑 他不像我们拉着一个一百斤的 可能你是一百斤的 跑得比较快 不像那个一千斤的 可能你只有五十斤的 你跑得更快对不对 可能你只有十斤 可能你现在只有两斤 那你会越走越轻声 所以我们讲 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失望 越来越舒服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子 想一想你自己现在状况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呢 还有多少经验在那边呢 所以刚才就发生了 是不是 但是 所以有一个弟兄 他就 就 怎么样呢 他就 要 认识主 认识主过后呢 认识神过后呢 他就很积极 在教会里面 明白 每会必到 就是 祷告会聚会他都来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敬拜神是他最喜乐的事 另一方面 他这个生活中有很多很烦恼的事 但这个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要去处理 而且要处理得好不容易 但是他认识神过后呢 他接受神过后 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过后呢 他的生命开始启动了 他里面的那个灵就开始启动 那个谋蔽 他里面那个灵 神的灵 神造人有灵的 那个灵就开始启动 他开始启动的时刻呢 他就会去寻找一个创造的根源 就是谁 里面那个 你我一样 我们都有灵的 所以人被称为万物之灵 很厉害的 对不对 可以掌管万有 可以控制 可以治理万有 对不对 所以 人的灵也是很 人的灵也是很糟糕的 如果被邪灵引导的话呢 人的灵就成为一个破根 可以坏事做尽 而且还觉得别人是活该 不做是对不起自己 多么可怕 但是人的灵被神启动过后呢 他就会去寻找一个创造他的那个灵 所以当人信主后 为什么可不敬拜 为什么想到耶稣就喜乐 所以这个弟兄也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凭信心的分享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话 可以帮助人成功 他也去鼓励那一些弟兄姐妹 也去帮助带来一些人信主 告诉他们这样子 结果事情就发生了 这样的问题 人家就来了 对啊 神可以帮助我们成功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成功 但是弟兄 你还没有成功耶 你做了什么事情成功 你曾经过做过什么事呢 有什么事迹可以代表你的成就吗 现在人家要看什么呢 看结果 看成绩 看见证 对不对 所以你都没有做到 你也可以讲呢 你也是可以讲啦 讲啊都可以啦 但是讲罢了嘛 我都会讲 你都做不到 这个弟兄 他底下都发想一下我 你说的没有错 他回应他 对 我真的还没有办法成功 没有成功的证据 但是他说 我有神的话 我有神的话 因为圣经说 神的话比王金珍宝更有智慧 更可贵 价值更高 周围人就没有办法给他看 但是还是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观望的态度 所以我是客家人 很多 我发音不足 不懂你没有注意到 以前在读书 过了不久啊 他真的是靠着神的话呢 他慢慢的 他的家庭治理的越来越好 他的孩子越来越开心 他的兄弟姐妹的关系 越来越好 他的事业也越来越好 当然在这个好的 三四五年过程当中呢 遭遇到很多困难打击 和失败 但是他都没有放弃 因为他相信神的话 而最终呢 他真的 有成绩可以说是他成功 第一 他身心灵都健康 金钱满满健康 我们看到很多 很多很有钱的人 最终就低不过一个定据 是不是 所以你现在健康 你就有超市过一百万的身价了 你懂我讲的东西吗 所以我们先看自己 如果我健康的话 我身体 很多人用五十万去买一个身价 要买健康 要买好的 你这么强壮 你身体不止 你价值不止一百万 你 还有呢 他的家庭关系和好 很多人赚了钱财 就失去了家庭 对不对 而且他能够帮助鼓励很多的人 很多人说我没有时间去关心了 我只给你贡献一点点的力量 算是我的心意 但是很多时刻 人要的不是你的亲戚帮助 他要的是什么 你的爱 你的关怀 你的握手 你的牌肩膀 你鼓你的话 但是这些都要时间 这些都要跟进 而他的事业呢 也没有缺乏 没有缺乏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早前 二十年前 有本很轰动全世界的书 对不对 有没有看过 现在很多人看过 富爸爸也成爸爸 看过啊 听过啊 出了一系列的 他讲的一句话 我记到现在 什么叫做有情人 他讲 你要有多少的股票在手 多少的房产 你要有多少的那一个股东 你有多少的那个别墅 才叫做是有钱的 对不对啊 是不是 我们都这样的股票 对不对啊 你要驾什么名车 才算是有钱的 对不对啊 像我现在驾的车 都不值钱的 五千块都卖不到 因为是多年了 我告诉我那个修车的 那个修车的工程师 我说我要卖一个房车 他讲卖 他就问你 要卖多少钱 卖十多千 可以卖它吗 不得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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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他讲 五千你快点卖到他了吗 哈哈哈哈 我讲比达摩托的不值钱啊 你以为 他讲车一年跌五千 十年就跌五十千 你称多少钱 不值钱了啊 不值钱了 不值钱了 跌了 所以你的称多少钱 你多少年 我讲称五年 哎呦 你还想败是多钱啊 没有了 我说你这辆车 新车是一百三十千 但是现在已经不值钱了 我哪里要换你 我的车很好 旧是旧 但是很好用 有利 好我讲这个东西 不要带进我 接下来讲个东西 那个包包包 中包包的作者说什么呢 他说 你没有负债 你就是有钱人了 只要你有负债 你跟银行贷款 你就要还钱 你所做的钱 就是要帮银行赚钱 但是你知道 有一天 你让银行赚够你的钱 这个产业就是属于你的 但是 按照经济界来计算他讲 当这个产业还不是属于你 你在贷款的阶段 你在贷款的阶段 你还是负债 你负债 你只不可以说是有钱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过他的书你知道 因为他本身是穷过的人 他们夫妻穷到冬天的时候 住在美国的地下室 地下室是更冷的 在美国的一些区域 冬天的时候 可以零下十多度的 在地下室是更冷的 他们很痛苦 很痛苦 甚至有时候呢 都没有办法付房租 就住在车里面 很痛苦 他了解到很痛苦 所以呢 他的知识是一个 他的爸爸是没有钱的 但是他有一个干爹 我们讲的干爹是非常有钱的 他很多知识就是这个干爹交换 他说只要你不负债 你有钱 他就用这个原理 坚持尽量的少贷款 慢慢的出去才买产业 慢慢出去买产业 就算要贷款 也是贷款到 不贷款80% 90% 还是贷款尽量的50%以下 三十二十 他说我不要负债 负债是有钱的 结果呢 他的 他真的成功啊 而且他可以写出很多的书影响 那我自己本身来想 因为负债的人 就是想 你每一天都 你很怕事业 你很怕你生意一周转不来 为什么 你一周转不来 你一事业的话呢 有一个东西是没有等你的 他不管你的 就是银行 你每个月要买钱的 对不对 我以前供物质的时候 我供到我真的是手忙脚乱 哈哈哈哈 哇 时间到的时候我就想 不要怎么办 好 但是 神的话呢 他说我可以让你在沙漠里面开江河 这个弟兄说 因他还没有什么成功的事迹 但是他有神的话 神说我可以在沙漠里面开江河 所以他的丰盛呢 不是从世界来的 而已 加上上面有一层的宝负 坚固的营垒 众商围绕耶路撒人 主的平安也围绕你 这个世界围绕着我们 上帝的丰盛也围绕着我们 结果他真的成功了 好 进入我今天要讲的 我们要帮助许多人 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 讲道是做什么呢 不是讲感性的东西 要把神的道讲出来 而且让人明白神的道的那一个亮光 和那个意义 还有那个 学习 那听的人就会在神的道里面呢 去领固 去学习 去跟随 所以密书说了一句话 影响到世界每一个人 知道今天包括我自己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 但是我们把这段经文想到就是 得救咯 灵魂不会下地义咯 有一个包票 有一个复照咯 有一个promise 但不是 这段话不是这个层面而已 这个段话很丰富的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到父那里是什么东西 什么状况 父是什么状况 天国是什么状况 我们看几十路 天国是什么状况 王金街 珍珠玛瑙做的物质 我天哪 他说我们就能够丰盛 我们首先丰盛是健康丰盛 心灵丰盛 丰盛是有程序的 这个神才是公义圣经的神 还有那个价值观也回复到神的心里里面去 所以我就是道路真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道那中去明白 来看一下我今天讲的信息 来看一下我今天讲的信息 我请你从第一章里放出来 也从前面看一下 读一下那一个题目 我们就是神的见证人 我们就是神的见证人 生活就是神的见证人 那很多人就有了一个这样的观念 刚才我说了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 才可以做耶稣的见证人 包括我的行为言行 这个没有错的 这个要求是没有错的 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是一个 好的形象的代表 没有错 但如果再看神的心意 祂不是这样子看的 神也不拒绝我们 意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变好 不需要改变 不需要成长 不需要成熟 不是 这个是两回事 因为信了耶稣我们一定会好 一定会成长一定会改变 所以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于我们就是神的见证人 信了耶稣成为神的而已 那我神造我们就是要敬拜祂 而且要传扬祂的美德 所以跟我们的个性生命 成不够不够成熟完美是两码事 因为我们那个是一定要的 我们读以赛亚书 事实上章第十节来一二三 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 我所捐选的苦人 十二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 事实上章第八节 并且你们就是我的见证 因为我是真神 因为神是真神啊 我在二十一句信耶稣的时刻是八十年代 我是六十年代的人 刚好是六五年出生的 六十年代 昨天晚上我讲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二十年代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都很有趣 那我是六十年代的人 那我二十一句信耶稣 二十一句信耶稣我信耶稣是在一个第二次世界当中留下了一个破烂的教会 为什么会有教会是因为当时日本军官有一个基督徒他要做礼拜 所以他要做礼拜 很多人 所以我们那个区域是没有太多的弊多的 刚好有个日本军官是基督徒 这是我们家庭的历史 而到我二十一岁的时候 那个教会还在是破破烂烂的 旧旧的 乡下的民间信仰很盛行 教会呢 如果你信耶稣你会成为一个异类 你懂不懂 异类 没有办法 因为民俗的力量 那个影响还是存在的 但是神就很奇妙 信了耶稣过后呢 我讲台上的那个牧师 我的恩师灵德信牧师 找到会的 他是圣灵充满的 他说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 真正信耶稣的人 会为耶稣做见证的 不管那个环境亚人有哪 他都没有放弃要为耶稣做见证的 那个信心和行动 那句话就打进我们当时那一批的人上头 所以我们那一批的人 现在有大概五个例会做的东西 都是我这个年龄阶层的 就算小一小 不到十岁左右八个 所以神的道呢 是超越环境的 超越 不论是多么有恩赐 那个受神使用的大牧者 或是一个普通 刚刚毕业神学院的神学生 或是一个像大家一样的平信徒 只要他相信神的道 他讲出神的道 出来是赫神经义的 平信心讲的 力量就来了 恩膏就来了 Amen 所以我们那一次到现在呢 都没有忘记 我一生就是要敬拜神 我一生就是要为主做见证 我跟你们一样 你们这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 像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刻呢 成就没有你们这样好 你们这个年代的成就 因为整个大半径的条件都非常的好 所以你们现在真的是 更是清楚遗难 更是遗难 感谢主 比我那个年龄的时候呢 好得更多 感谢神 我们都要努力为神做真正 在我们身边 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 很多人都寻找真正的平安 但是 有些人找到了 感谢神了 看得很敬畏 那有些人找不到 反而越来越悲惨 越来越痛 接下来我们讲 我们跳来 跳到 麻烦你跳到第十 那个 缅甸的那一个 牧师的下面那一章 对 你给他们看一下上面那一章 昨天晚上我分享到这一个 缅甸的那个少数民族的事工 神很奇妙哦 他不太 他就是有一个 随时会离开世界的一个 牧师 李双文牧师 他是不是会死的 他身上有一个回生物 我在看科技店讲说 这个回生物会 有时会跑到他 他没来着 然后这样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以前 吃那个蛇胆 蛇胆很普 对不对 很多人去泰国啊 然后去缅甸 叶南柬埔寨啊 我找这种蛇胆来之后 哦 结果呢 他有微生物的 不要吃啊 哈哈哈哈 吃进去 他在里面成长 结果呢 送他去台湾的医院哦 医生的地方 他爬来往前 抓不到他 有一天 跑到你大脑里面的去 他在 在你大脑里面 见高楼大山的话 你就死了 所以他随时会死啊 他曾经死过一次 他16岁的时候 就病重 要死了 所以没有办法 已经一个礼拜 不能够下床 不吃不喝 他那个时候 因为他家庭是基督徒 他父亲是基督徒 不过他本身的是 一个无理无徒 他虽然是知道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他过的生活呢 是没有神的 但是那一刻 他听到他家人在外面 哭伤心的时刻 他就说 耶稣如果你是神 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要死我 你让我活下来 我要服侍你 他说他看到一道光 他这样打高 我就看到一道光 这个光一出现的时刻呢 哇 过后他就 啪 他一啪的时刻呢 他说耶稣原来 你真的是听我们打高的神 像我这样不配的人 你不要听 嗯 结果过后呢 他就觉得有力量了 开始这个肚子 然后就下床 告诉他们说我肚子 要吃 吓死他们了 以为他吃了过后 就真的去死了 最后一餐了 那他吃了过后 慢慢就跑起来 最后他就去读神学 读神学过后呢 就做传道 做传道就这样子 他说是 他的目的 不是要再打巧克力 不是要建立一个很大的 他目的是帮助很多 有需要的人 他是耶稣的见证人 他爱得着耶稣的人 他从福道里建立了 五额严 借不索 所以现在呢 缅甸政府 他是佛教国家 缅甸 缅甸唯一能够拿到 一个地皮给 政府给的 土地区给的 让你建教会 支援他 支援他 很多传统的大教会 都拿不到 要申请都拿不到 但是他一申请就拿到 这是神迹 而且早期那一段地呢 不值钱的 是多年前不值钱的 他大概用七千块美金 就买上了 但现在他告诉我说 已经倍增到四十万美金 他什么事都凭信心去做的 所以那个地呢 很多财团出高价 在那边买 他说不是的 这个地是上帝给我 而且这个地呢 政府给我们是 可以做宗教地的 因为他的使命 就是要做神的见证 当我们做神的见证人的时刻呢 神就 赫神的心意 神就会带来 那我们讲的丰盛呢 其实要做对神的事情 就会丰盛 不是祷告啊 求神祢给我丰盛 神就给我丰盛 这个讲台教导不错 我们忽略了 我们要达到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他不是要你变完全人而已 完全人是需要时间挣扎的 所以我们要畏罪 畏义 认罪悔改 是一个生活的程序 但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荣耀他 赞美他 传福利益 为他做见证 那么很多事情 我们决定不解决不到的 神都会给我们聪明之位去解决 好 看下去 耶稣在天国的信息告诉我们 认识神的人就明白自己的身份 还有我们都有尊规的身份 是天父所应许的宣病生命 昨天晚上我讲到教会什么呢 教会指的不是建筑物而已 教会 这个是 教堂 就是聚会所 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教会是生命 是神在世界拯救出来 分别为圣进入天国的基督徒 那个叫教会 所以命就是教会 在就业到新业 昨晚三位也讲 你就是教会 那我们来读以福所书 更清楚 把就业的那一个教会 神的教会表达出来 而他表达出来的状况是什么呢 很清楚 来 我们一起来读 教会就是神的大元人之义 以福所书3章7到12节1 2 3 我做了福音的福音 至少这是神的知 这恩施是他 这法案 作为职业有的 我们来以圣徒中的圣徒来上 神还是职业有的恩典 但我把基督拿着不够的工作 上给拜祖 并且使作为明白 我们来看奥秘的修士计划是什么 这奥秘是地带行人 常在传造万物的圣徒里面的 为了要使天上执政的和尚群人 现在借着教会 神和我们 能够以制造神各样的智慧 这种制造的神在我们 神教会就是神的恩 就是神的见证 代言之意 所以保罗是他自己 他是在万人中很不配得到神恩典的人 因为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虽然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但是他拒绝耶稣 他反对耶稣 他用他的自己的那个思想观念的框架 来跟耶稣对抗 最后他错了离谱 但是神还是用这样子的人 神还是爱他 这一点就值得稳惊叹 所以不要看 用这个框架看一个微不起眼的一些的人 有时候这个人上帝要用他 我真的见过一个人 这个人是在中国 这个沐川大人我讲他的见证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疯子 因为刺赫嫖毒 最后呢 因为很难道 就生经破烂了 但是没有人靠近他 认为他罪有应该 丢弃父母亲不顾 又花钱其地 最终得了满身病 成为疯的 所以没有人去靠近他 就像一个乞丐样子 衣服 没有什么好衣服 吃就随随便吃 有时候人家吃 分开他们吃 也没有人要请他做光 但是有些好心的人 就让他做一些光 给他一些钱 就这样子过日子 但是有个传道人就觉得 这个生命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样式 生命不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为这件事情祷告 当他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刻呢 我们就觉得 有这个感动 他就去关心他 跟他做朋友 告诉他耶稣是谁 跟他传福利 他都听不懂的嘛 因为他是撒人 所以我们讲 哎呀跟撒人讲话 真的是浪费时间了 会笑的人应该有讲过这句话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现在常来跟我的狗讲话 你会觉得狗听得懂他 他懂 科学家证实 他懂 他不懂的原因 但是他可以在 人讲话是有情绪的 人的情绪 又会触摸我们身体的 那个气体表达出来 人的情绪是属于什么状况 我们身体的气味的那个味道 就是什么样的味道 动物就靠着他的嗅觉来判断 靠近他的人的那个 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的 这科学家已经证实了 很有趣对不对 上帝创造广路真的是奇妙的 所以 好 结果呢 他知道 上帝给他这个思路 他继续跟他做朋友的状况 因为他真的信耶稣 信耶稣他就会祷告 奇怪的事情 就一天过一天 一天过一天 他慢慢的正常了 正常过后呢 很多人看到 为什么这个人会好呢 因为他信耶稣 哇 耶稣这么厉害啊 一个疯子 都可以让他成为一个 可以生活正常的好人 结果呢 他开始站起来跟人家讲 耶稣怎样帮助我 结果呢 他受洗 过了不久 他替人洗礼 那些人排着队 听他讲见证过后 马上就洗礼 中国是这样子的 一些乡村的部落 他听了耶稣见证过后 他马上就要进 马上进去 马上你跟我洗礼 但是我们这里 不可以 你信主好 你还不懂得真理 你要认识真理 你生命要改变 你才可以洗礼 我们有很多的框架 对不对 包括我以前 神不会也是这样子 更离谱的是 我以前不会说 如果你还没有洗礼 你不可以守圣餐 耶稣没有这样子讲 没有洗礼 不可以守圣餐耶 你从圣经 找到一段经文 说没有洗礼可以守圣 没有洗礼 就不可以守圣餐了吗 没有耶 为什么会有呢 因为我们保护我们的宗教 我们用我们的观念 用我们的意思 来保护我们的宗教 我们就信中把自己的意思 代替神的意思 这很简单 现在我明白 你信吗 信 你要洗礼吗 我马上可以跟你信 因为当他的生命 交给耶稣过后呢 耶稣会带领他的 但是我们一般上认为 不是 你的责任啦 你当他信主过后 你要教导他来洗礼 不然他现在无比无度以后 就做错事 没有见证修补主民 哇 我们太多的压力给自己了 我们把自己取代了神 难道神不会教他吗 神不会代理他吗 这对我们去思考 你好好去想一想 所以教会就是神的代言人 彼得 把罗多他改变过后呢 他明白了 神要把那个奥秘 神的奥秘 神的恩典 神的作为 神一切的作为呢 在世界里面 神要 包括 属灵政杖 包括 空中的掌权者和资政 神要 神要透过 教会 神的耳理 明白神各式的智慧 奥秘 所以有很多人有创意的 他的创意呢 就是 神给他的 我这样 我喜欢我尊敬的 潘将老 谭爸爸 他很有创意的 你现在跟他 跟他配搭的时候 他的创意让我 你都想得出 你都做得出 你真的很棒 为什么呢 他很简单 他相信 他爱神 他愿意做 所以我一个老人家 就有很多属成的创 如果你是个年轻人 你是一个壮年 你很有紧张的经验 但如果你相信 神的作为 你顺服的话呢 创意 好像 活水浆河那样 延延不绝地 掩盖你啊 淹没你啊 好像 圣经所说的 多道理 无处可查那 所以透过神的教会 透过神的耳理 就可以知道 神各种智慧 这是照着 神在我们 耶稣基督里面所成 拯救的 没有人可以改变的 心意 神的子弟 永恒的子弟 没有人可以改变 包括我们 自己的观念 认为可以限制 不可以 如果我们有这样多 包覆观念的 呃 做神的事的话呢 很多时刻 我们很难代理清楚的 好 看下去 既然我们是 神的代理人 我们能够了解神更多 那神很喜悠 那都是足够发现的 这个弟兄啊 我们认识他 好像教会的嘛 他在三年前 两年前 三年前来 巴三巴浪的时候 很好笑的 他都懵懵懂懂懂的 现在已经洗脸了 对不对 我那天拍他 我不是特别称赞他 我是有感动 用他照片来 和大家 彼此鼓励 那天我看到来 我们的那个 巴三巴浪使用的 祷告会 他的整个 祷告的状态呢 我觉得是一种 很可慕很敬畏的状态 很美的一个画面 我快给他拍下来 但是他之前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哎呦 看到我这个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 可以来到巴三巴浪呢 一定是神的旨意 我现在这样子想 每一个人可以来到巴三巴浪 坐下来听歌 听故事的 都是神的爱 等待着他来的 结果很多事情都拯救了 旁边另外一个 这个人你们认识吗 这个人 也是在巴三巴浪的 认识吗 现在教会里面的是吗 很少 很少啊 应该是上个月的时间 没有来啊 没有来 不是这一个 另外一个 红衣的上 红衣的那个 这个人哦 这个人哦 上个月来哦 他在巴三巴浪的时候 呃 我们讲啊 很多人讲哦 华美啊 很多 阿妹啊 很多人讲 唱歌 董下面也在哦 我最喜欢唱那首歌 因为很借地气啊 你懂什么叫借地气吗 借地气的意思 可以进入明星啊 所以 每个人唱歌 讲道都是借地气的 我们没有一铃的歌语 哦 我们没有谢子齐在当中 我们也没有王力宏在当中 但是我们有借地气的人 哦 我很喜欢这样子借地气 所以他们喜欢的停下来 我是觉得是因为我们高举业 是进入我们床子里 很多人停下来 这个人坐下来的时刻呢 啊 我们就说有祷告时间 那我过去为他祷告 祷告祷告祷告 过后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了 因为祷告到一半的时候 在祷告过程当中 他突然间会整个这样震动的 我我我我看一个念头就想 嗯 他可能是打饿 或是肚子饿 要敢做切食东西 我再祷告 我祷告很简单的 祝福他哦 没有什么 我不会这样 哎呦哎呦 我不会的 我觉得耶稣是做 耶稣做事不是我做事吗 为什么我会这样 哎呦哎呦我不要的 哦 我是耶稣做事吗 他不是我做事吗 我是祷告到的吗 哦 阿们 但是他一直在抖 一直在抖 我都不对路了 他身上有东西 哦 有个弟兄 我忘记是哪一个弟兄 就看到走过来 我一起为他祷告 结果祷告很久 他一直抖抖抖抖抖抖抖 我看到那个东西 我看到那个东西走 在他身上走 那祷告完身份中国 我就问他 刚才我就 不是有邪灵啊 刚才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 他讲我知道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他讲这个东西在我身上很多人 对 你讲的对 也是邪灵 在我身上很多人 他也是会来的 后来的时候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那你怎么办 这样子哦 可怜哦 但是就是这样子和一个弟兄 叫奉耶稣的名祷告 他里面的那个黑暗的前世 他不是怕我 他怕的是谁 我里面的耶稣 他怕的是谁 你里面的耶稣 他怕的是谁 你里面的耶稣 所以他就这样子走了 我说你要信耶稣 你要去教会 你不来我们教会 你有关系 你去别个教会 你一定要去教会 耶稣会带领你 不然这个东西会再回来的 我跟他说 因为你没有办法可以抗抗 他已经习惯在你身上了 他会再回来的 圣经说他会再回来的 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们的工作 教会的工作是什么呢 神的儿里面的工作是什么呢 神的心意要我们做什么呢 大使命 大使命是关系什么呢 让人认识神 让人的生命 可以被神的释放 得一致 他的家庭 家族开始了 好 我们看下去 最后我要接受我的信息了 耶稣留下怎么移成的教会 耶稣留下怎么给我们呢 如饼二银吗 耶稣留下怎么给我们呢 我常想呢 有一个父母亲 刚才我说的那一封信 那一封信呢 英文的 我在古来的另外一个教会讲到 那个教会呢 很火热的 蛮不错 都是神的教会 结果那一天有儿童祝福里 我讲道之间为儿童祷告 就看到一个印度小孩 诶 他是读华笑 他懂得听 那讲完道过后就讲完道 讲完道过后就呼召 那一天神的道感动很多人 就很多人出来祷告 大概有30多个 祷告完过后呢 最后一个竟然是一个胖胖的 那个印度妇女 我看着他我就讲过 原来那个是他孩子 所以他把孩子送进化校 因为他说话很教育的 就是为他祝福祷告过后 那过后呢还有人在祷告 上回了我就留下来为那些人祷告 过后呢就有一个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带领人就拿一封信给我 我说刚才那个印度姐妹给你的 我打开一看 他写的是英文不是中文呢 再看下去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牧师谢谢你 其实今天你讲得到呢很好 但是我一句都听不懂 听不懂 因为我是受英文教育的 那为什么我会来这个教会呢 很简单 因为我要让我的孩子认识神 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离开他 他没有讲什么 他讲我知道我有一天会离开他 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我要听会他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除了我可以做的其他事情以外 我要给他的指示 他可以认识耶稣 他可以知道父母亲不在 还有跟天上的福在那边 这是我的信念 他就是我感受到神的爱在这个教会里面 而且我的教会 这里面有俄同事工作的没有这样好 这个教会俄同事工作的不错 我带他们来 我希望我的孩子从小就敬畏神 认识神 他的人生道路很逃走 人生道路有很多苦难 但是在苦难过程当中 他知道神是他的依靠 是他的牧者就够了 所以他写进攻击告诉我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他会来 但是我谢谢你为我祷告 这是父母亲一般上留给孩子遗产 对不对 我们一般上会放在那个物质那边 我的遗祝已经写好了 我觉得我不要给我的 我的一些产业 我不会给我的家务 为什么呢 会给一点啊 但最多我都会拿去奉献 为什么 我想我父亲没有给我什么啊 但是我到今天我还是不足啊 我二十一世信耶稣 耶稣 耶稣给我的恩典 还是不足啊 所以 但是我不拒绝我的孩子 我家里的小孩 我那天收到我的哥哥的孩子 在沙拉园大学最后一年 他本来今年毕业 因为毕业论文写不好 还在改写了毕业论文 他就写信跟我讲 叔叔 保险到期了 给我钱 因为我帮他们买保险 但是条件你大学毕业后面自己买保险 因为你们在外面有什么事情 有一个意外保险 会比较好 虽然我们知道上帝有点够用 但是我们有能力 我们又可以做一些预备 第二他讲 你可以给我多一些钱吗 如果你可以给我多一些钱更好 要放他了 哈哈哈哈 要今天不找你爸爸找我做什么 哈哈哈哈 我再跟他讲你找错了 但是我还是给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 爱我们的孩子 帮助我们的孩子 这是我们的责任 对不对 那我不期望他以后会感恩报仁 我也不期望他 我期望他能够珍惜恩典 知道是耶稣的恩典 而且他以后有能力 可以帮助你需要的人 就是这样的 但是耶稣你现在怎么给我们呢 我那个子儿很爱主的 他很爱主的 耶稣留下子儿给我们呢 耶稣留下他的名字给我们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 耶稣供述了六次 奉耶稣的名祷告 很奇妙 耶稣的名字很奇妙 我有一个见证 有一个会友他讲 他真的是一道车祸了 有一个车撞过来 他没有办法躲了 他那一刻就说耶稣救我 他救我 他意思是这样 不要让我下地狱 让我上天堂 他意思是这样子 因为我已经死定了 这样车撞过来我不死 结果耶稣救他 他从车里面弹出去 弹出去呢 而且他感觉到 他跌在那个草地上 好像有人扶着他 给他这样下地 那个车 他起来看那个车烂到不成样 已经凹进去了 但是他身上只是擦伤 没有骨折 没有严重的伤害 这是恩典 这个人伤要用他 那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说 神真的可以做他恩典的事 神迹 而且耶稣的名字是有权柄的 所以第二呢 在你不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 使他成为教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之手充满的 耶稣留下什么遗产给我们 耶稣把我们纳进他的身体里面 他是教会的头 他是我们的头 你是耶稣身体的一个手指 这样的比喻对不对 你有想过吗 我们众人都是一个肢体 耶稣是我们的头 耶稣留下什么遗产给我们 耶稣留下给我们的天国的生命 天国的权柄 当你知道这个身份的珠贵和天国的权柄的时刻 很多奇妙事情会发生 使说现在我们告诉我们 当你的圣灵充满过后呢 他们就说取别过的话 结果他们在圣殿就做了很多奇事 什么奇事呢 很奇妙的 那一个 这里告诉我们 那一个前腿就想说 哇耶稣可以帮助我吗 我很穷耶 我又不能够走很辛苦 没有得吃 你说耶稣这样好 那耶稣可以帮助我吗 彼得靠近他 听他丈夫就跟他说 我也很可怜你 我也很同情你 我也很想帮助你 但是我是一个穷 我打一些构吃 养家是够够了 但是多一点钱 我可以给你一点长期供应 我就不能够做到 这是事实吗 彼得是一个遗孤吗 对不对 因为他是有怜悯的心 还走前去跟他对话 所以彼得的意思是说 但因为彼得他里面是 耶稣的身体的一部分 耶稣是他的头 跟我们一样 结果他里面有神啊 他是耶稣的身体啊 所以彼得走过去的时刻 彼得都没有想要因子他的 但是他里面的那一个 因为他跟一个承载耶稣能力的人 自然就想别人得一致 你听过懂我讲的东西吗 一个生命承载耶稣能力的人 你自然就想别人得丰盛 你听过懂我讲的东西吗 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就是 你忽略了你里面有耶稣能力 你是这样的 但彼得他都没有说要医治他 结果呢他说什么呢 他说金额因我都没有啊 我是奉耶稣的名 你可以起来走咯 这是一个祝福的话嘛 我们常讲的对不对 我祝福你身体健康咯 我祝福你早日可以行走咯 我祝福你早日可以出宴咯 对不对 但是那个人就站起来走了 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 我的领部 因为彼得 是一个承载耶稣能力的人 和你我大家一样 你小孩都一样 你不要看清儿童哦 儿童口中说 耶稣救我 耶稣赶走这个邪灵 四篇地方说 神在儿童的口里建立的能力 从地都怕他 耶稣留下什么意反对我们 我们可以 其实就是这一些 那我们要做神的代言人 做神的见证 我们有这个尊贵身份 我们里面有这个调学 放下很多我们世俗的观念 认为我们不能够做的 所以各位阿姨 你们的人生经历很丰富 所以我们 但是你们的眼泪也不能特别多 我常跟你们分享 哇好多巴塞 好得大了 好美婷 对不对 眼泪也不要清流 眼泪是上帝给我们 珍贵的一个保健品 因为眼泪可以洗尽我们眼睛的 所有的细菌和尘埃 这是真的在医学上 但人上这个世俗的眼泪一下子就好 如果常灵眼泪的 我觉得那个是个哀伤 那个是一个状态不好 我们在惊叹神的座位的时候 我们会灵眼泪 那个是个感人的眼泪 那是一个敬拜的眼泪 那也是个感动的眼泪 但如果为了自己的伤心不住 就是灵眼泪不值得 我最爱的一只宠物 Vivian 惨了跟艾伯木斯一样的文字 还没有办法 因为我还不知道 艾伯木斯的英文名字Vivian 我已经叫我的那个王菲 是Vivian 王金列姐是Vivian 他是二岁的 他两个月前 应该是五十多年前 他动了细菌感染 我复裂了他中的事情感染 慢了一个礼拜 跟他去看医生 所以他的同学就降得很低 最终呢 他每一天在争战 每一天他的命放弃争战 有一天我在家里 那时刻我都不出门 照顾他 我就跟他讲 Vivian 爸爸谢谢你 我知道你很爱我 谢谢你陪我走过最困难的黑暗时期 你都在我身边 我觉得是上帝派你做我的一个 批判子 虽然你是一只狗 但是也知道你不能接我 虽然你是一只狗 别人看不起的狗 但是我知道你懂我 如果你很辛苦 你就走开 你就回家 我现在跟他讲完 过后我就上厕所 出来过后呢 我看到他 已经停止抽动 停止喘气 他就走了 那走了过后呢 我只是留一点点 我心里睡了 但是我接受 因为我跟他讲的话呢 我就跟他做了 安葬他各位就好了 我每次想到他 我就会有点点 一下子爆 但是我是有盼望的 我流眼泪是我谢谢他 陪了我这么多年 我要告诉你是什么 我是不太会流眼泪的人 但是每一次聚会 每一次敬拜 每一次自己读经祷告 我都会流眼泪 我为什么流眼泪 因为我觉得神为什么你这样爱我 为什么你这样 这么的 荣耀 这么的奇妙 我每一次都流眼泪 昨晚上的流眼泪 流个不停 人家在跳舞的时候 我又在流眼泪 我流眼泪是张的 一声张的 我看到他们跳舞 跳得这么美 哇 什么荣耀 我特别喜欢看 Jack 那个Jackson 他拍你们舞棋的那一个 跳舞的那个照片 我感觉到你们 就在做一些很最贵 很优秀的事情 考取耶稣 我那一刹那给他捕捉下来 很美 我看到我都会流眼泪 我会震撼一下 这个就是高举为师 这就是张的 我看到他拍一些弟兄姐妹举手 敬拜 哇 我也是很感动的 我都会流眼泪 耶稣留下什么遗传给我们 耶稣留下了遗传给我们的就是 感谢他 所以各位阿姨阿姨 年纪大了 很有作为 我也是中间在 神经歧视就随着 请告诉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为你祷告要吗 你先不要叫他来教会 因为一般上叔叔的人 你跟他接触 马上叫他来教会 他讲你有目的的 你为我祷告要我信耶稣 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那种厉害 关系的观念 你做这个事情是有目的的 所以你为我祷告是有目的 要我信耶稣的 不要 怎么做呢 说我为你祷告 耶稣干给你 耶稣帮助我 耶稣给你 让他先敬离神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他敬离的日子 越来越厚了 越来越多了 他会告诉你 我想更新 你这样的感慨 你懂吗 那天巴桑巴达 有一个信耶稣叫阿翔 他有一个人 是卖床单的 他的朋友 他过来叫我 我先跟他讲福音 我先跟他讲福音 但是我做错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告诉他 拜祭礼拜的教会 是没有错的 是对的 一般上都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 不会懒得过我 为什么 因为 你要我信耶稣吗 所以你叫我来教会 人的心里都会这样子的吗 对不对 尤其是民俗信仰的人 所以我跟耶稣祷告 主啊 那我在医疗团的时刻 我在为他们祷告 我不要再让他们来教会 我就让他 经历耶稣多一点 被耶稣的爱感动多一点 真的 他就会说 我要跟你请教会 我要请你教会看看 但有一些人 是圣灵很奇妙的作为 他会来的 所以没有一定数 但大多数的人都会拒绝 你是不是曾经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那个人 你为他祷告 他得帮助了 但是你叫他来教会 他会不来的 为什么 他已经有一个观念说 你叫我来教会 叫我信耶稣吗 所以 他不明白 那个背后的意义 耶稣祝给我们的 那个恩典就是 像耶稣那样 走进了群里面 走遍各乡各层 告诉耶稣 我们来敬拜